口干舌燥 你也可以喝口水 流氓也可以喝水 那我不喝了 因为我不是流氓 在议会上和民进党议员唇枪舌战 连一旁的柯文哲都笑到动不为雕 靠着快嘴幽默魅力 韩国瑜掀起全台旋风 也让本来信心满满的民进党开始紧张 我们大不可否认 他的确是激化了蓝军的投票的意愿 只要守住高雄 民进党就没有输了 只要赢得清北 民进党就胜利 是2020高雄之战为民进党首要之要 根据平面周刊掌握 为巩固绿营选情 总统蔡英文11月初 曾在总统官邸召开选战会议 选渡会重要成员均有出席 商议如何抢救告急的高雄选情 我第一时间我也问了一下 那个林喜耀跟陈敏文找几人 那确定我们三个人 都没有参与过所谓报纸 媒体报称的这个会议 这是选渡会里面 本来就对每个县市的选情 我们都会进行讨论 那也会进行处理 除了民进党选对会 总统府也发函否认 知识寒流对民进党冲击不在话下 台独大佬林卓水也直言 韩国瑜够敏感 拒绝蓝营天王站台 等同中间选民的增加 眼看韩国瑜威力持续发烧 民进党绷紧神经 步步小心 记者郑仁宗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